传奇李仲伟的加入 李子佳和黄志勇会在奥运会前达到最新巅峰 你相信吗 全世界排名第一的大马传奇李仲伟 随时准备为大马国家宇宙队提供帮助 包括到大马宇宙学院成为国语球员的陪练员 实际上三届奥运会南丹银牌得主李仲伟早已行动 根据前男生国手陈文宏在社交媒体发布的视频 终委连同钻石组合古剑杰和陈文宏已在之前 多次到大马宇宙学院和国语球员陪练 41岁的李仲伟对每日新闻表示 当国语教练总监雷希联络他询问是否能为国语陪练时 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他说为国语提供帮助对我来说当然没有问题 这除了能够激动球员外 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为2024年赛局做准备的不同训练氛围 在训练中我们进行了三打二 为双打或者是二打一 为单打的训练 我会和古剑杰陈文宏搭档 这样的训练也为我们提供了 与国语球员分享经验以及帮助他们的机会 但是这样的训练安排是否会更加频繁取决于教练 我也不想打扰教练已经安排好的训练计划 但如果需要我帮忙 我都会随时准备好 根据陈文宏分享的相关训练视频 李仲伟古剑杰和陈文宏分别在国语南双 谢丁峰苏一 南丹黄志勇进行了陪练 尤其是黄志勇正在全力争夺参加巴黎奥运会资格 李仲伟也强调 他永远不会忘记大马俞宗在整个职业生涯 对他的支持 他们现在做的一切 都只是为了回报俞宗在他们成为球员时所扮演的关键角色 李仲伟还强调 这就是我们回报俞宗的方式 他们在我们成为球员时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 正如我一直所说 没有鱼种就没有我李仲伟 目前国语主力球员正在为2024赛季激烈的竞争做准备 新赛季节目战就是1月9日至14日的主场举办的大马宇宙超级一千赛 看完最后的朋友 你们认为这些传奇老将陪练 会给新一代的马来西亚带来什么不一样的火花呢 李子佳又会因为李仲伟的加入回国家队训练从奥运金牌吗 欢迎大家在下方分享自己的意见 如果是视频免费按赞电视角落球频道 这样就不会错过最新的语团世界新闻 我是东东 我们下次见